所以受不了男生身上哪些 指甲很长 男孩子指甲很长 男孩子指甲很长的话不好是吧 男孩子指甲很长的话就容易滑到 那个男人滑到 男孩子指甲很长 哈哈哈哈 因为那么久的手机才发现 人儿二十六镜中间的字母是一段话 爱上台风落后就不过 反过来同时 美国际的故事 你的手机发出来要是什么 哼 咋啦 你都要信尼儿挡我 你可别的老大孩了 嗯 嗯 所以呢 嗯 没意思 你知道什么东西不大 却能装下 比它更大的东西吗 哎 这是个啥 嗯 依然会动 你从哪里 刚才从哪里 那个玩具小人发现了 洗碗用的 那我咋没见你用过呢 你天天又不干活 昨天说洗个碗过室 我也没有见过这玩意 走 走 走 不明白他为什么 如此不情愿 这是晚上煎鸡吃的盘子 油乎乎的海 用之前先几点洗洁净 然后开震动 效果不错 很多小泡洗得挺干净 下回洗碗我再洗 可是他似乎不开心 新手怎样盘鳄鱼 接下来我们把它抱到床上 不好床单就可以盘它了 由于是第一次 那么我们激动之余 不可避免的会紧张 你也担心 你说这玩意要真来一下 是不是 那流血了怎么办 那么根据我多年的经验 咱第一次出现流血 那是大概率事件 问题不大 因为它毕竟还小 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伤害 慢慢的去把它征服 这样才有盘鳄鱼的这种成就感 我们刚才说了 这个比较危险的时候 你从它前面并不安全 那你从后面就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很多人又觉得 从后面没有意思 就不满足 那怎么从前面盘它呢 第一 我们直接走下面 我们把手放松 一把切入 它来不及反抗 就被我们直接拿捏 那第二 你看 它会张得比较开 那你新手第一次 如果毛手毛脚的 就很容易被它夹住 那就很疼 搞不好会流血 所以呢 你要比它更大 这样它看了 它会很蒙圈 你要知道 虽然你是第一次 那它也是第一次 它比你还要害怕 是吧 当然你要注意 注意方向 不要横着来 你要竖着 在它夹住你之前 先把它夹住了 这样它就没有办法反抗 就只能任由我们摆布 那么总而言之 第一次盘鳄鱼 不要怕疼 不要怕流血 那么紧张是很正常的 但是呢 要保持正确的动作姿势 必要时候可以带个 带个 带个手套啊 当你积累了足够多的经验 你就可以解锁更多的 知知知知知 你怎么睡得早的 你这个年龄段 你这个阶段 你睡得早觉 有点舒适没有 我也要穿 好 你带个口罩 好 谢谢 爸呀 为了你家人给你健康 把口罩带一下 你带个口罩 为了你和家人健康 把口罩带一下 谢谢 把口罩带一下 姐 为了你和家人健康 把口罩带一下 不带不带 美人 一个人呢 你叫我跟你去宾馆 先生 对不起啊 我是研究心理学的 刚刚不过是做个设议的 一千块 太贵了吧 在我们大山东 没有什么风筝是放不起来的 不过你这容易被别国的卫星监测到 然后报道说中国有多类子航母 我说你放风筝钱 能不能打声招呼 害我被震老半天 我还以为菩萨显灵了呢 我的膝盖呀 知道一个人客 他大了一个我就 怀疑了 喂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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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还在不在哪 他在我车子里 他在你车子里 你把他开到一把门口来 哦 你不要让他 他有没有听见 啊 他听见了 在我车子里 请见吗 你把他说到一把门口 这样子 我看这里 你把他说到一把门口 是 OK 不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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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什麼地方 在你家賣的 是怎麼能回頭 不可能能不 從你之後 無所謂 你也許相遇 你卻給我拿 你擋住寒冬 温暖之暴留 我 无事我 当落在你 我心脏没有 没头 无事我 你擋在我 等着我 你擋留在我 等着我 我 等着我 我 等着我 都爱学习了 我一直在感受 我一直在忙 我做错什么 好了好了不要生气 我忙完 我带你去吃 我要带你去吃饭好吗 你至少你要 你要告诉我 我做错了什么 我改 改不了 我就死不了 我去偷胎 这男人太难道了 你现在告诉我 我立马赶 我昨晚梦到 你跟别人女生说话 哈哈哈哈 我是有 你他妈又 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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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真成名 这样就没问题了 优优独播剧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想看看现在你被谁疼爱 这份遗憾一生的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